הי schol磋 היי 欢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贺度琳 我是陈亚蘭 亚洲姐年輕 她每天都跟年輕人在一起 對啊 你也是年輕人 人家很好 現在拍八點檔連續劇 现在很多儿子女儿 对啊 没有 那是我的大哥大姐 是哦 对啊 比他们年轻多了 是 是 我们今天 特别来宾请到年轻的演员 对 一起来听听他们奋斗的故事 他们有奋斗吗 他们都是走在街上 一下就被人家说 适合当明星 直接来当明星的吧 你不知道心事谁人知 问问看就知道 是哦 但是首先一定要经过名师指点 欢迎黄友谷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还有Amanda老师 大家好 以及阿美老师 大家好 老师好 来 欢迎两位年轻的演员 很棒 很帅 很漂亮 首先欢迎刘裕仁 你好 来 接下来欢迎张瑞萱 但是讲到瑞萱啊 就是说 瑞萱你也知道了 她小时候曾经为了捍卫爱情 跟妈妈大斗法 她呢 国中就教了一个 不爱读书 整天打群架的小混混 不爱的男朋友 不爱的男朋友 然后就因为这样 就一天到晚跟爸妈吵架 我觉得真的是小时候不懂事 而且在国中的 你现在会懂事了吗 我现在超懂事 最好是 OK 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叛逆 但以前小时候就真的很叛逆 而且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 你知道国中就是 感觉有人照你 就是会无敌 然后 对真的 那时候那个男生 他其实是学校里面的混混的头 对 而且他那时候蛮喜欢我 然后就是给我很 就是我想要什么他要给我 然后他也会保护我 我就觉得 那个对小时候来说 你会觉得他是你的 你的一道墙 保护你的墙 所以那时候 就因为他 然后跟我爸妈吵架 因为他爸妈都希望可以好好读书 还要考高中 还要考大学 但因为对方是混混 他没有办法影响我 读书这部分 所以爸爸妈妈就会很反对 是 对 而且爸爸妈妈也听过他的故事 就是他常常出去打架 甚至就是外面有很多 那种帮派的朋友 但爸爸妈妈就不喜欢 而且我爸妈对我的家 叫做非常严格的 五点下课 我六点一定要到家 必须 他们会在门口等我 或是叫爷爷奶奶 在门口等我 不然就是他们会出去找我 然后六日是没有办法跟朋友出去的 对 就是一定要在家 关得住吗 这些 我爸妈很聪明 就是因为他不想让我出去 所以六日一定把我们全家带出去玩 对 他很聪明 对 就是 其实女儿长得漂亮 爸妈都是担心得多 开心藏在里面 但是也很担心 其实他们真的是担心我 但是后来慢慢长大 就只要爸爸妈妈的辛苦了 所以在感情这件事情 后来我长大之后 我会把所有的男朋友 交过的男朋友 都带回家给我爸妈鉴定过 所有的 你到底几个 没有几个 但是只要有交男朋友 我就一定会带回去 给我爸妈认识 没有很多 所以后来怎么跟学长分开 后来其实也因为他毕业了 然后我还在学校 然后毕业就比较少联络 然后那时候我国三 也要准备考高中 所以就会比较专注在功课上面 然后跟他就比较少联络 就没了 对 那现在还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 很确定 读林哥一直在看着你 对啊 不要乱交男朋友 有很多在选 还没选到 对啊 这种会不会以后就是 那种流浪狗妈妈 就专门收留流浪的 看起来越惨了 又有才华的 那种什么失智的那种 那种会影响爱情 你喜欢流浪狗 流浪狗养太多 他的这个所谓正业 我说他就是喜欢那样的男人 没有 不会 我喜欢有才华 然后独立自主的男生 不要管我那种最好 有才华的有很多是流浪狗 怎么会 为什么 就是他一直还没有被肯定 一直还没有 红起来 我懂我意思 但我的有才华是 他某些能力很强 就是会让我欣赏 然后我自己没有的那一种 没关系 我们等着看 来 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 黄幽浦老夫 老夫 老夫子 黄幽浦老夫子 他们听不懂你的流浪狗 是什么 好 黄幽浦老师 哪些生效命格的人 爱情至上 好 我说这个爱情至上 就是说他在生活中 他认为爱情是最重要的 超越他的工作事业 名声 然后这个我这里说的爱情 专情多情多算 只要是爱情就是了 就爱情至上的 在我们的生效就是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里面有四个地支 叫做义玛 叫四义玛 就是银身四害 另外有四个地支 陈旭丑味叫做四木酷 另外有四个地支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叫四桃花 那四个就是子五毛油 子五毛油在生效来讲 就是这四个 老鼠 马 兔 跟鸡 就这四个生效 就是十二地支里面 它就是所谓叫做四桃花 或者叫做四木浴 木浴就是洗澡 四木浴 四桃花的 那这四桃花之外 基本上它的机率就比较高了 它是爱情至上 但是要更进一步 还要四个月份 这个月份也是子五毛油月 什么叫子五毛油月呢 就是农历的二月 五月 八月 十一月 这两项多种的话 就是更准了 锦上添花 就是你生效也到了是年 月也到了 年月都到了 年月都是子五毛油 都是四桃花 那这样的准确性就更高 就是我现在所讲的爱情至上 好 那我们首先先讲第一个 这是鼠老鼠的 鼠老鼠是这四个月生 这是 情况是这样子的 感性付出 精神契合 就是它遇到喜欢的对象 它是凭着感觉 它可以付出一切的 而且它的付出 比较是属于感性 就是属于精神方面的 那我这里列出来 鼠老鼠又是这个月份生的 最有名的一个字就是梁三伯 梁三伯的鼠老鼠 它是农历的二月生的 另外一个更有名的 它也是鼠老鼠 就是我们所谓的唐朝的大诗人 白居易 白居易是鼠老鼠 也是二月生 我没想到白居易就是很有名的诗人 那什么琵琶行 长恨歌 事实上他实在他的人生中 我们可以把它列入古代的情圣 他的那么多诗里面 他喜欢一个女孩子 就是他初恋叫做香灵 你们去找他白居易的诗里面 很多都写给香灵这个女孩子 他是说苦恋到白头 从年轻一直到老 都是喜欢这个女的 但是当然封建时代这是悲剧 他是没有跟那女的在一起 但是他一生中就是怀念那个女的 一直年年不忘爱情至上 这是第一个 鼠老鼠的 好我们看第二个 鼠马的也是这四个月生 因为就是年月都是桃花 桃花年桃花月 那这一个他是追求爱情接受挑战 接受爱情 追求爱情接受挑战 就是说他为了爱情 他能够付出一切 他不管什么我们彼此的 什么世间的看法 或者什么门事家庭背景 他不管他叫爱情 他什么都要付出的 这个最有名的 这个鼠马的就是 英国最有名的爱德华巴士 他是属马的属五月生 他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讲 我爱江山爱美人 在以前很有名的故事 爱德华巴士全世界轰动的 他就属于追求爱情 他什么都不要了 他连江山都可以不要 好再去我们看一下 对我们的瑞宣好像是属马 但是你的月份好像不是 不是 你月份不是二五八十 不是不是 你好像是四月 还好不是 我觉得前面已经太多 我怕你也是爱江山 不爱工作的 我爱工作 爱美人 爱美人不爱工作 好 下面第三个是属兔 好 下面第三个是属兔的 属兔当然也是一样 这又是桃花月 桃花年又桃花月 那这个属兔是什么状况呢 相信对方摆在心中 相信对方 我认为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我等他 他也等我 以后我一定要娶你 我一定要嫁你的 那这种的状况 这个属兔的最有名的 我们有一个人物 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汉光五帝刘秀 那么各位读到刘秀的话 一定要记得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会讲到这个算是 但是很有名 他娶妻当娶英丽华 事实上他是他打扮了半辈子 最后做了皇帝 娶了那个女孩子没有 有 那女孩子等他 娶了英丽华 英丽华是做他的皇后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你相信对方 最后你得到他了 得到他 或者他得到你 但是呢 属这个兔呢 有一种相反的 笨的 刚才我讲的汉光五帝 他是聪明的兔 有笨的兔 他也是相信对方 就是相信渣男 他认为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突然他头脑会变笨 身体也好 钱财也好 以身相许 人才两失 这种女孩子看了很多 但是男孩子也有 女孩子都有 小心 属兔的 他会不要太相信对方 相信对方 不一定是好的 好 最后呢 是属鸡的 一样是这四个月份 那属鸡的是什么状况呢 多情守苦 生活精彩 这个多情就是刚才讲 他不是专情 他是很多情 生活很精彩 那这里我举的 最有名的是 两个亡国之君 历史上有两个 很有名的亡国之君 这个爱情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陈淑宝 陈淑宝就是南北朝 宋岐良 那个陈 陈淑宝 他亡国的时候呢 他带了两个美人 躲到井下 井子里面 结果还是被人家抓出来 两个美人被杀掉 这个是陈淑宝 还另外一个亡国之君 更有名 就是李厚祖 李厚祖的词是可以说 他们说中国古今 词的第一人 就是李厚祖 春花秋月 何时了 那他是爱的 爱就是说大小周厚 他也是亡国之君 女的最后都没有了 那再下呢 这个属鸡的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名人 他也是一样 二月生的是李清照 李清照是为情所谷 但是他没有生活精彩 李清照就一生中 就是思念他的老公 他老公离别 后来死亡 他做了非常多的诗词 就是纪念他老公的 好 那以上我列下这四个 记得这四个生肖 比较属于这种爱情至上的 那给观众朋友做参考了 好 谢谢老师